由於畫面現在是狠的 不能夠直播 那麼偷吃步的方式呢 是利用這個轉角的方式去做 也是可以的 但是比較沒那麼方便的 好 先取下來 來 我們先教偷吃步 偷吃步就是只要把這個角度轉一下 那要用右腳轉板 這裡頭含在裡面 手 右腳轉板都講 這麼專業的書裡都講得出來 不是 因為找不到那隻腳 沒有 這是內涵的 不用手 好 各位 那我們自己現在就是看那邊 來 夠嗎 有辦法嗎 真的可以耶 哎呦 好害怕它掉下來喔 我的老天啊 反了齁 沒關係 我們再到這邊 再給它 180度 變形這邊點一下 變形 呃 抱歉 呃 抱歉 呃 呃 來 妳來 阿飄我忘記了 字好想 變形 變形 90 再90 順時 順時就 好像做180 哎呀 好了 之後呢 開始喬 就出現了 威姐 好 再來就這樣 老闆想要的 這個位置還可以喔 這個位置還可以喔 這個就確實 這個位置很美 你看那個位置 小心喔 臉跟腳 腳會拉長 臉會拉瘦 就這個拍法 但是要直的嗎 對 那大概是在 肚臍上面這個位置 鏡頭 如果再高一點點 沒有差 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要把它 做另外一個用途 就是把它正架 做正支架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偷吃部的鞋支架 我們把它做正支架 好 下一集 所以這個比較驚險